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的三国沙视频 嗯我是杨小星的 本来今天晚上是要直播的想着 半天那个狗一直在闹啊 今天一直没有放出来 我他玩了一会儿玩了会儿 直播的话就不大好 我把它弄到外面的 给他做做视频 好吧 我们再开始 诸葛月银 看这一句吧 那这谁的号啊 黑狗要招的号 我们玩了个张角画头 这块没VIP 那我用这个电脑好像不太熟悉啊 这电脑屏幕突然变这么大 特别不熟 张角画头这两个武将应该是我群兄里面 比较不喜欢的武将 两个武将我都不喜欢 我还很少玩这个组合 双向砍了恐龙一刀 哎 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优酷的粉丝少了少了很多 不知道什么情况 真的哈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情况 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订阅是因为我最近没有做视频吗 没有更新吗 那什么原因反正更新的这个频率 慢了很多很多 张飞 突然就把这个 滚球打扫 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听到这个狗在闹腾的声音 他在闹腾没办法多 要不他就在叫 竟然玩得挺累的 但是 轮一步貂蝉 能不能跟我搞一波棋 但这局有20分钟啊 没有没有就哎 要结束的意思 没有离间的对象 白了四肢也不能回血 164跳了个飞水 我直接把那个张飞弄死 特别想要去批个一 所以现在亮出来的风险还是蛮大的 因为现在 我们打死蜀罗之后 诶 熊熊是大果 你看这个人 就开始搞我们了 陆祥祥 开始表演 一直躲一直躲 好 花灌石 顺手牵羊 要拿白银吗 没有拿白银 十分剑 铁锁连环 连了一下 这貂蜡 这貂蜡 女巫一副要死的样子 全部连起来 心肯大呀 这个玩家 那连起来又只是一张普通杀 你的意思是 让我雷击的时候 就雷击你一个人生 打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点点儿都没有 我特别不信任这个张角 这个武将 我这就不会救他了 我不会救 因为他连弩不敢杀我 他只会去突其他人 白鱼打死对我说是没没什么坏处的 看我的厉害 这局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了 时间 一个九属性吗 我还是很厉害 我没事 我们是不是要直接和这双箱 陆训单挑了呀 结果两个条吃回来 看不出来有过阵吗 哦原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乱师妙公子是个谁 哦又是一个五波 这游戏 瞬间就不好玩了 顺手牵羊 顺到什么 人王盾 人王盾 还是一张很重要的K牌 这个时候必须得救啊 必须得救 必须得救 我们用个桃 用一个红牌去救的 我们想着用这个桃把这血 会回满一些 先开五中生友 再远交 把张若王盾给顺过来 顺那张杀吗 哦我想打死这个孙杰 因为孙杰还是很麻烦的 他如果一直给阴魂给这个双箱牌 我们还是受不了的 这个女萌 那给自己补一张瓜瓜装备可以过了 没毛病 没毛病 他们两个人打我们基本上 这局我是怎么没印象呢 三人局打了十分钟 拆了我一下 又拆了我一下 然后去杀个炎 打不死他 然后他空牌了都 这个时候其实我有点想进单挑了 想开这个南蛮 因为我状态比较好 但是魏妍这里吃桃是最不好的 他能杀送上将一刀是最好的 吃桃很尴尬 那我们直接砍他一刀 然后手上留一套的一击 他们是不敢动我的 反正 要杀他们也是互相杀 结果这个 月银就突然跑过来瞬我 瞬不到这个陆迅 我就不开心了啊 然后他突然把鞋回马 月银双向陆迅都不是好惹的人 对我来说威胁都很大 这两个箱都有包法 我想了一会儿 让他灰血了 反正我们是个白板 这陆迅要死了 他这样玩 那我们和月银魏妍严单挑 其实呢 我就批死他啊 我已经单挑了 还不可以死 其实不是特别好打 杀 不过啊 我们利用这个路人的心理 我手上牌多的时候 他是不敢贸然杀我的 他不杀我 我就一直砍他 火攻 火攻无蟹 无蟹就无所谓 这里 可以把这种红装备换上去 我选择初杀 要掉他血 因为他不敢吸 就杀我吸血 你看他会真杀的 他不敢 这也是我们 其实张角在丹迪老师 一个算是一个优势吧 他不敢打我们 天下大势 唯有我死 他妈三个桃 这桃拿来没用的 这是废牌 砍那刀 把它勒住 但这里如果天度 还能改 有张黑装备 我最开始 没有把这个红装备换上去 因为我们对吧 其实主技能呢 是张角的主技能 我们不能 全完成一个画头 然后这里扔一张 扔一张桃 桃是没用的 画头拿桃没用 他不能 他不敢砍我 谢谢 只能狂吃桃 那你吃桃 对吧 我就叫你死 他只要血线没撑满 他就不敢砍我的 结果有张顺 顺了我闪电 然后又吃桃 你还是不杀我 胆太小了 这玩家 他我只要胆这么小 我就打的 就一直干他 但是打他一血 给他逼疯的时候 他是还要 还是要杀我的 好 他想通了 这个时候有点危险 因为我们断闪了 不错啊 嗯 这藤甲我挂了 选择挂出来 因为还是没有闪 但是这藤甲也是很 风险很大 开个圆腰 顺 因为这个将真的好强 而且把我AK给输了 所以这局并没有这么简单 啊 雷沙 雷沙还能接受 就这里贴个洛布施鼠就炸了 不过这个人王 这个 呃 真假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带了个罐石 罐石对我威胁不大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 榴莲弩比较好一点 这刀我没有用吗 我觉得可以用 因为我有藤甲 这打的有点问题 我觉得这个接刀是可以用的 我们一个张角一直没有闪 我终于来闪了 终于来闪了 但是这个是这个威延杀我们 杀上瘾了都 我来看了一下手牌 他已经杀上瘾了 好看到闪都是他怂了 但是你怂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击的时候 那你不敢杀我我就敢杀你 我就一直砍你 除非你一波爆发能把我带走 但是每一次他行动的时候就特别怕 很慌很慌 本来靠闪电腾搞他 结果闪电没了 他没用啊 留着他没用 但是我们这张中间还是特别厉害的 他不敢杀我 就用中间去砍他 这万剑掉了一点血 他这个时候有点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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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寒冰剑啊 我觉得这个刺拥剑特别厉害 乐了一下 乐了一下还是不敢杀 他已经 先败向你撑 看他下轮狗 只要 只要他不敢杀我 对吧 你不敢杀我 你吸不了血 你亏不了血 怎么赢呢 你这铁锁连环有什么用 对吧 有什么用 没卵用 他竟然打不过一个画佗 张角 张角这个画佗倒不厉害 张角还是挺乱心的 他已经没戏了 我们换人王盾吧 我选择了丢人王 也行吧 无所谓 哦 他又回血了 牛皮 这里只要神抽一个9 过拆 票了 戒 就这个组合 我平时玩的特别特别少 难得选到一回 给大家玩一局 嗯 我觉得那个戒刀是可以用的 当时他 他我有吞甲 他们应该没有属性杀 他有火杀 他找他妈用了 对不对 好 给大家带 在在 嗯 讲解两盘这个田锋 田锋 这个武将我特别特别喜欢用 群雄里面 而且这个武将有强度有排差且他好玩 最关键 最关键是他好玩 最怕那种又不好玩 强度又弱的 比如说什么恐龙啊 这种 又弱又不好玩 又没有什么操作技巧 还得靠别人赢 雷杀 把前期放快一点 有点困难 都都都一点半了都 快一点半了 打克瑞本来想继续直播的 因为明天休 周末嘛 想那算了 有点累 今天 就没睡得特别好 一直做梦 这是最烧的 我本来都是120多个粉丝了 优酷 今天只有100多个 少了20个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直播间从来都不会掉这么多粉 有的时候这个我心情不好了 骂了咱了或者怎么样 这个也不够掉 掉几个粉丝 这我今天一上来就少了10个人 特别神奇 不只我20个人 本来就只有120个人 循玉司马左右开局 好了 这个游戏 前面也没什么好扯 到现在啊 这个游戏才正式开始 这边掉了三个天 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灯爱打死的 因为他填太多了 对我构成威胁 我又是个萌萌萌萌萌萌的三血灯爱 萌的三血灯爱,很萌,三血灯爱特别萌,萌萌 我每次看说灯爱的时候都是说的是萌萌的东西,三血萌萌 就我们也再在视频呼吁一次 大家玩灯爱的时候,如果你的副将是个四血将 你的另外一个将是四血将,灯爱是一定要摆到副将的 只有一种情况有越近灯爱的时候 我只可以考虑把灯爱摆到主角,我只说的是可以考虑 并不是需要这么摆,我玩越近灯爱我都不愿意把这个越近摆到副将 我对这个血量特别特别看重 这灯爱你副将是个渣渣的,没有防御,全分钟就被打死了 很多灯爱都是手上斩了五个田六个田 死了,甚至七个田八个田爆炸的都有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看喜啊 不动,不要说有两个五国我们这儿都要出来打 因为首先这里 我是如果如果求他要求到我这儿,我是不会救施马的 我是不会救施马的,因为这个五国强度并不是特别高的 我是不大可能会救的啊 我不希望这个,我不希望这个施马会血,会血 结果他这波操作特别少啊 但是他这么打,对我说是有力的 他这波操作把这些血给,血线给压下去了 他如果回到两血我,我特别不舒服 因为这个五国并不能歧视 这边是个城市董锡 他能掏出最强的副将是谁,孙琼 黄盖 这边是个周泰小乔 那边是个要死的孙侧啊 五国并不能碾牙 说说,球头球到我这儿 我可能是选择不救 当然他把救起来 他自己搞了一波,瞎搞了一波 把自己给搞死 我我是不救的啊 我是不救的 因为我对我貂蝉的强度 我天空的强度特别有支持 只要这个二号位你不是无 我就觉得快可以打 好吧 到这儿了,这个游戏才正式开始 谈我无所为的桃吧 我很想把这个孙侧弄死啊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觉醒的孙侧 很强,有强度 无中生有 到了这个称不懂器 称不懂器这个将 到了一些特定环节 特定的一些 局里面还是蛮强的 这儿还是防备九杀 他拆我什么牌 你看他用一张牌拆三个人拆两个人 他是有牌差的 我想啊 用他的一张牌换了 两张牌 只有个顺侧丁股很逗啊 冰魂这个讲完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队友抬牌 给小乔补下牌 因为你要死了要 格斗 出杀 哇操 我陆逊啊 什么叫格斗 今天我没有 好会去 我需要他们救一下啊 我不想这个人头牌被蒋婉受走 不错 看蒋婉是个啥 是个庞头 那这个时候对我说是危险 就特别危险的 这种局 因为他们大概率不会去杀庞头 如果庞头回到三血 我就会成为机会目标 打到这个的时候 我有点 有点 觉得有点绝望 我觉得庞头特别滑水 只是拆了一下 什么都不干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来打 选择打我 而不去击杀庞头 那我就被边绑架 帮边打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没办法 我们尽快的把这个乌龟给处理掉 直接决斗 直接决斗 因为我要收人头牌 结果就是小伴吗 真的很强啊 到了这种局里面 我不认为他还能掏出第二个桃 小桥我不认为他是个桃 这里我必须拿着人头 没有去离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离间一下 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这理解 为小桥弹我的话 嗯 我掉到一起还是很麻烦的 就打到有点冒险了 因为我想尽快的打死这个乌龟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那边是个桃桶 我如果让这个乌龟 这个乌龟活得太久 在两人局2-2里面 我极有可能被乌龟结架 拆了我的盾啊 不过这个加一马他并没有拆 砍到一条小桥 康弹可能是杀不一出了 他没有滑水 他觉得我要死了 吹吹的原因是 他觉得我要死了 他就这样打 如果不是觉得我要死了 他不会杀都可能会不出 我会继续这样搞搞搞 漂亮用来个桃 让我们继续离间 嗯 这时候吃满的意思啊 就是让他去弹篷孔 不要再弹我 弹我也弹不死 这里先吃桃啊 这是一个细节 先吃桃 吃满一点 让小小强劲去弹这个篷孔 把他的裂盘打掉 把他裂盘打掉 然后让我过去打这个篷孔 月垂碧 晴依旧 那瞬间就是要打电场 很好很好 去砍他康弓一刀 就这个局面是我们需要的 需要看到的局面 就是赶紧我们把血撑满一点 然后赶紧让他 让他就让我过去打这个康弓 这个康弓死 康弓死掉之后 我们一打二是没问题的 国之生计在民生息 这个乐不死属特别特别关键 小小又去杀了篷孔的 然后这对我们是个好事啊 这个局面玩着玩着 我们就已经要赢了 无中生有 又来个加一 稳稳的 那么再理解小乔 我再杀一张小乔 然后就弹篷孔 特别关键 别救了 这别别别别别别天真的去救啊 那康弓牌的话我们还是离间小乔吧 因为小乔存不了牌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天下 他就是个 他就是个 他连一个单周态都算不上啊 什么都不是 又冰了一下 康弓 特别特别关键 这个时候我的一面已经很大了 但是啊但是 这个康弓做了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 和小乔远交 然后把我乐住 就他已经觉得败向一路的时候 他觉得 送大过瘾 比较貂蝉 比较貂蝉 本来我们觉得已经稳稳搭的时候了 突然这个画风就变了 我们变成一把山 南蛮 这个很难受啊 只有我掉血 又让瞬间卖一滴血 这只能留逃产 我不能太贪 因为我们要面临三个人的轮次的机会 而且这个城武东西可能拆我们牌 我们留顺手 我留陶 陶比搞掉 搞掉没有防御牌是要死的 因为他 他那个城武东西的技能能拆我的家义马 拆掉我的家义马 康弓杀我 小乔上午是要输的 你看这个分明是免费拆牌 特别强 他为什么拆了 他被 他没有没有耗费一张牌 免费拆三张牌 但是呢 小乔也在贴手上面 他就拆下去 要拆下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赶紧把帮助交换打死 没动 因为这个将是场上的 比较强累的 我们一打三是没胜算的 赶紧把他弄死 小乔马上要进不驱 但是他有三张牌 我们怎么弄死他 不错啊 不错啊 有张决斗 先离间 不错不错不错 死了 有逃的话我们再决斗他一下 这个旁统必须死这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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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还来着这个护手 这打不是旁统 我们是要输的啊 我们一打二吃 我们田锋 貂蝉这种强步打 他们还不分分钟的事情 还不高 吴国人还坑你 吴国人杀你怎么了 你又不是吴国人 对不对 他一打二更玩似的 也不一定 要小看车误动 其实瞬间的这个强度 那到了残局 他可以扒我两张牌 还好我是貂蝉 如果是其他的武将 这个是888 跟他根本吃不了 一轮扒我两张 赶紧进单挑吧 这还是只能去老老师打小乔 死了 那基本上稳妥了 但是这个瞬间 乘不懂齐 强度有的 英魂 我们如果掉他两个血 他英魂败一张 这个拆我们一张 我们基本上是留不住牌的 看特别强 你瞬间就被拆掉了 就是没有去雷杀他 因为我自己在贴族上面 这个时候我想去尾 他还你看他又能掌用一张牌 你一张牌换一张牌 吃个桃固啊 还好是貂蝉 不然这8牌我们真的受不了 还是留沙闪啊 5牌留多一点 半天还打不死他 一兵再起暴乱必处 又85 而且他这个时候可以免费8牌 打到他 打到他一滴血的时候 他就85 三张牌 加上他成为董事的8牌 我们基本上一张牌都留不了 我发了 发生天空不清了的时候 有没有一张杀 没有 悲剧 那这是我选择留沙 因为上轮断沙了 但是他还是贪了还得拆牌啊 我也没事拆我牌 拆的话一牌换一牌 也不可以 你拆我张牌 你拆了我牌的时间里面 要不你也是空手 到我的时候 我只要我摸在那张杀 我就能打死 都是他的错 这是两局画佗 哦不 我是天风啊 这个 截图的问题 再看一局 吕布天风 然后这两天的直播也是特别特别精彩 特别是昨天加上今天的直播 每一局都特别特别拽 但是呢 大家不要慌啊 这些视频 我们会慢慢的给他给大家带来 最后也要是不是 绝对天风 地啊 垂下 避免 这些这些声音 這是一句鋁破天封啊 我沒有說話呀 我沒有說話 我在看這個 我還有多少句錄像 還有一句還有兩盤 一盤兩盤三盤四盤五盤六盤 還蠻多的 說話之間啊 談笑之間這已經死了這麼多人了 這個局面變成 我和貂蟬 貂蟬是個什麼 老魚老魚 這很強哦 這邊是李典 司馬加月鷹 加雙香釘鳳 這這種很強 不過我們手上蓄的 有兩個右翼在那 這時候就雙亮了 我單亮了嗎 借一下灌石 我打了一下暗將 暗將是一個衛果 暗將是一個衛 暗將我看過他好像是個夏侯敦 這個毒條也是能看出來的 但是夏侯敦很爽 他不敢出來 他批了一下屎馬 能不能批死 夏侯敦舊了 想看他有點爽啊 想看 想保這個狠心五角 那他必須亮這樣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雙香也知道 你是一個位 他看雙香怎麼選擇 他可以脫衣服啊 可以消氣 放鬆分訓 雙傻 完成雙傻 他下屎能不能死 他不死也沒關係 能壓一下我們樹上香的狀態 我樹上香吃到一個桃 打到這裡 這會兒的時候 其實一面就很大了 打到這會兒 一面就蠻大了 結果雕琴中了個樂 這邊掛出一個燈甲 我手中一個藍蠻是沒放的 就是雕蠻這輪 並不能動啊 只要雕蠻動一輪 這位置就崩塌了 看司馬選得這麼大 司馬沒有來管我 查一下 他因爲殺不到雙香 火攻 漂亮 打這時候就盡量贏了這一局 但是沒有火攻中 而且他還回到涼一些 很難過 那看一下我的選擇 嗯 哦 我應該會選擇 我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火殺 這個下火盾 我還是想讓這個 樹上香去打 拿打量的輸出 讓那個夏虎敦去 讓這夏虎敦去 結果樹上香 能掏出個火殺 讓這夏虎敦去磨一下 這個樹上香的狀態 因為樹上香這個狀態 我不是特別好打 張角柳是特別懂事兒啊 打死去本雷技的樹上香 也不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 因為司馬有白銀獅子 批不死 這時 這個時候司馬就應該來 古老的壓制我 結果他就順了樹上香的手牌 又去順這個聖劍 這個時候我們就贏了 這個主攻李聖劍 我們已經遇到幾次了都 特別漂亮 張角柳是會玩的 沒有來殺我 如果他來殺我就畏懼了 笑了 寒冰劍在手 天下火 誰能擋我 白銀下掉 解一馬下掉 我們按的時候去處理了一下衛國 把這個衛國下火蹲 衛國下火蹲他前面憋著住 他掉了兩滴血的時候是沒有出來的 他覺得這段香可能會打他 後來司馬要求逃的時候他們憋不住了 出來搞了一方 我這調上好多好多盤 這裏點司馬這武將是蠻強的 回合外有防禦 回合內有過牌 他沒有湊的寒冰 那就人王不能扛住 我沒有選擇去殺這個 髒腳貂蟬 我還是選擇去寒冰聖 殺髒腳是這個 髒腳後改啊 我給髒腳貂蟬說說了一句話 你不要急慢慢打 對不要著急 想把這個髒八蛇毛拆了 但是我就強行 你不讓我拆 你強行發動時間來拆 但是好像沒什麼卵用 他能反饋我的加一 但是你這裏對吧 我們下輪萬一起個加一呢 是不是這裏 這裏 是我有點著急了 當時有點著急了 嗯 這裏順人王更靠譜一點 順手牽陽 屏中而見 何懼一死亡 我們又發動次時間 把牌拆框 這裏能發動兩次時間 順調人王掛裝備 順手牽陽時間 把牌拆到了一張牌 下次注意一點 這時候離間我是蠻危險的 因為赤馬打出兩張殺 而且能反過 很著急這個張腳 很急 還特別急 有個洛克斯屬的話 直接這樣打可以 這時候我就殺這個 殺這張腳 然後發動這個時間 他應該套不出兩個頭來 只要雷劑運動一次 對吧 穩穩的打 別著急 他有八卦陣的時候 我就選擇去看 但是呢 其實他可能早就有一套雷劑 嗯 不過我覺得不夠穩吧 因為你讓你一點過這麼多牌 讓司馬 反饋一張牌 我覺得不穩 那這樣打呢 是能屹立於不敗之地的 慢慢打 別著急 二打一的時候我們靠過牌量 雖然你點的過牌也很強 但是我們這邊也不弱 對吧 我們是五張牌的過牌量 他算是四張牌 但是我們是五張牌 兩個將 對不對 所以說不用著急 今這期的視頻呢 可能沒有沒有沒有很精彩 嗯 下兩期視頻會給大家帶來 比較精彩的這個局 嗯 因為這這個電腦上面還有一局兩局 三局 四局 還有五局左右 好吧 現在視頻就給大家錄著 我們下一期視頻再見 拜拜